二水鄉盛化社區及田中正中坦社區發展協會 23日成立昭化縣第316、317個關懷據點 提供社區長輩更完善的照顧 縣長王惠美分別前往正牌慶賀 我看到長輩在這邊非常高興非常快樂 就是希望長輩能夠走出來 在社區能夠落實健康促進 讓他們在這邊能夠運動 甚至吃到非常營養的營養午餐 讓他們能夠身心靈更健康 做一個關懷據點 真的從我們的場地一直到我們的軟硬體 各方面都非常需要很多的人力來投入 在這邊再次謝謝所有投入我們關懷據點的各位好朋友們 有你們真好 我們一起努力讓長輩能夠更加的幸福 更加的健康 活得更加的有尊嚴 我們生化社區舉辦那個關懷據點 目前大概有30個人左右在這邊共餐 然後我們平常禮拜二禮拜三 9點到11點兩個時段 然後禮拜二上午是讓村民做卡拉OK翻唱 然後星期三上午又請那個老師來帶動 做一些集體訓練班 非常高興 憲服這個德政 讓我們這個社區能夠來辦這個關懷據點的活動 那我們因為我們中台旅算是銀髮族 老寶貝很多啦 做這一區塊我們大家都非常的感恩 然後呢 我們也結合很多的活動 由美術老師來彩畫 然後也有我們的體能 自動的老師來教我們老寶貝的一些動動經骨的活動 那還有呢 我們農會呢 我們田中正農會呢 也很感謝他們 他們的這個農會志工呢 也都會來帶動一下幫 教教我們這一些銀髮族啊 做一些現在 就是最好吃的點心啊 還是說看看老寶貝們有需要什麼 都會來幫忙 一起來帶活動這樣子 彰化縣社區關懷據點 積極主動關懷社區長輩 除了提供公餐服務外 也聘請美術老師教導畫畫 以及提示能老師教導老寶貝活動筋骨 讓社區的長輩可以在熟悉的環境裡 生活得更悠遊自在 給長輩們一個幸福安全的未來 公益頻道林毅俊 二水田中採訪報導